今天中油临时召开会议 地方里长和渔民代表却没有收到任何开会讯息 认为中油打算关起门来进行黑箱作业 因此在瑞芳区渔会总干事的带领下 近百位的居民和渔民集结到中油运输战抗议 希望中油要把话讲清楚说明白 今天中油临时召开会议邀集各单位 包括新北市政府与管处专家学者 来延伸新建建议码头的可信性 不过地方里长和渔民代表却未收到任何开会讯息 认为中油打算关起门来进行黑箱作业 因此在瑞芳区渔会总干事的带领下 近百位居民和渔民集结到中油运输战来抗议 希望中油要把话说清楚讲明白 反正点他自止不明 他都把他推到那个政单位前 但是他离一切作业所受到的这个影响 游书应该有他负责吧 你推到苏振卢农业集一夜属 没有道理 可以看到中油深澳港运输站的大门口 被挂上许多白布条 上头全写满民众不满的心声 当地理长也说每次跟中油建议什么事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民众极远已久才会在今天来表达不满 他认为今天让我们的务情好意去接下来 我们再来思考 看应该他一般要如何去计划 这个检疫码头没有让我们了解 他找相关单位来开这个会 但是没有给我们知道 等到我们上个礼拜四礼拜五才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召集一些民众来跟中油 你既然要开这个会 你让我们地方了解 让我们地方知道 我们地方的诉求是这样 结果他完全没有让我们了解 他今天来开会是要开什么会 中油表示 今天开会只是想针对内部先做讨论 没想到地方反弹这么大 因此也将开放民众入场参与会议讨论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